请问如何持敏 记得老法师曾经说过 一句佛号里面三心具足 执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这个三心是菩提心 菩提心具足 也有古德曾经讲 佛号一起念念求佛戒引 大师至菩萨教都摄六根 禁念相及 请问禁念里面是否应有阿弥陀佛的像 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像 或者是法愿求生的像 法师慈悲请开示 念佛的方法很多 境界也相当复杂 怎样念佛功夫得令 这才是自己现前最重要的课题 每一个人 根性不相当 过去生中 我们修学的经验也不一样 因此 别人用功得力的方法 我们可以参考 仅止于参考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的根性跟它未必相同 它用那个方法能得力 我用它的方法未必得力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佛 教化众生没有定法 佛的方法真的是 因人而异 就如同大夫给人治病一样 一定是诊断之后 在厨房 两个病人不可能完全同样的厨房 纵然害的病一样 厨房上 里面用的药 可能有极为不相同 纵然相同 可能分量不相同 佛教众真 也像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 那么现在佛不在世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好老师 所以自己修许 可以多做一些试探 试试看这个方法 我有没有效果 那个方法也试试看 多试几次 觉得哪个方法对自己很得力 你就不妨采用这个方法 这样比较可靠 这个三心具足是发菩提心念佛 这是总纲领 总原子 说的是不错 这个心我们发不起来 这个心如果一发 你就不是凡夫 你就是菩萨 凡夫要学菩萨 能够学到像菩萨了 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情 必须要克服自己的烦恋吸气 凡夫修行不能成菩萨 就是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烦恋吸气 吸气里面最严重的 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这就难了 我们想想菩萨齐心动念 决定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 他为社会 为大众 为众生 跟我们齐心动念不一样 为什么人家齐心动念呢 为一切众生 因为他知道一个事实 虚空乏界 一切众生是一体 这是四十真相 他明了 我们不明了 我们迷失了四十真相 所以才起了贪嗔痴慢 自私自利 迷失了自信 可是我们要学习 尽量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减轻 想自己同时也想别人 这样就进了一步了 想自己不想别人 决定错 想自己也同时想别人 慢慢养成了 只想别人 不想自己了 那你就成功了 你就能欺辱佛的境界 这是要慢慢来的 那么念佛 如果加上观想 你这里面说的是加观想 观想佛来接引 或者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也有可能帮助你断妄想 不至于一面念佛 一面打妄想 这个妄想架杂在佛号里面 把佛号的功德全部都破坏掉了 那么你加这个观想的心 加观想可以 加观想啊 因为观想也是念佛 十六观经里面讲 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 这个心 这是如法的 至于大师志菩萨讲的 都是六根经念相机 这两句话 是念佛法门里面的总纲领 也就是佛要怎么念佛呢 六根呢 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的 眼 张开眼睛 喜欢看外面境界 竖起耳朵 喜欢听音声 我们的心呢 总是从六根 往外跑啊 都是 这是收回来 这个叫 都是六根 收回来 大师志菩萨这样叫我 中国古时候 孟夫子也是这样叫人 你看孟子里面所说的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我们心都盼缘在外面 境界 你能够把这个心 收回来 就是学问 可见的 孟子的收心 跟大师志菩萨 都是六根的意思 完全相同 这个样子 我们的心就清净 清净心念佛 叫敬念 敬念里面 决定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不怀疑 不夹杂 这叫敬念 相极是不间断 用这个原则 来念佛 那哪有不成就这道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开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